今天國內是新增兩例境外移入的病例 而在疫苗接種方面 累計接種人數還是只有三萬多人 對於是否要開放第五六順位人員來施打 發言人專人想表示 要是自費接種的施打狀況 再來做調整 而十一號起 民眾可以到全臺三十一家 有旅遊醫學門診的醫院自費施打 其中亞東醫院昨天已經開放預約 費用是六百元 疫情指揮中心十七號宣布 國內新增兩例新冠肺炎 境外移入病例 都是印度籍來臺就學的學生 在檢疫期滿後採檢確診 並無匡列接觸者 疫苗接種方面十六號新增兩千兩百多人接種 累計接種人數仍只有三萬多人 在AZ疫苗保存期限 疆界的狀況下 第五順位軍警 第六順位長照機構人員 是否會提前列入施打排程 指揮中心表示 會是自費接種的施打狀況 在做調整 二十一號起有自費接種需求的民眾可到全臺三十一家有旅遊醫學門診的醫院施打 免收疫苗成本但需自行負擔掛號診察費等 其中亞東醫院十六號已開放預約費用為六百元 莊人祥表示考量有人數無法湊齊的問題占不開設更多地點接種 因為醫院開一瓶疫苗至少要有八人接種 如果是該日最後一瓶至少要有六人接種 但鼓勵公司航號以團體為單位 向醫院預約 AZ疫苗的血栓症狀頻傳 澳洲十六號還通報疑似接種疫苗後的死亡首例 外界質疑臺灣目前只有AZ疫苗無法自選疫苗 衛福部長陳時中回應未來民眾可以自行選擇 但談言國外疫苗來臺時程仍無法完全掌握 對於會月藥廠提及自家疫苗很可能需要施打第三劑 甚至每年都施打 防護力才足夠 莊人祥回應要有更多研究證據才能確認疫苗的保護效力 指揮中心會持續蒐集資料 謝謝佩萱 陳立鋒綜合報導 謝謝佩萱 陳立鋒綜合報導 �γ & você bij了..?